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来三个重要的新闻概述 希望您会喜欢 首先我们来看看年轻女性的心理健康危机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 年轻女性因自残、饮食失调、焦虑和抑郁等问题 前往急诊和初级保健机构的次数增加 然而心理健康领域对于女性的特殊需求 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这需要引起更多关注 接下来我们关注澳大利亚股市的表现 根据悉尼晨风报的消息 随着华尔街再次上扬 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4万点大关 澳大利亚股市预计将开盘上涨0.5% 投资者对美国降息的希望 也带动了债券市场的反弹 最后我们来谈谈 澳大利亚政府提议的超级法案 根据悉尼晨风报的报道 这项立法将对超过300万澳元的超级账户收益 征收更高的税率 从15%提高到30% 这一提议受到了独立议员 和科技初创企业的强烈批评 认为这将限制初创企业 获得投资的机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 因故意自残 饮食失调和各种形式的焦虑和抑郁 而寻求急诊服务和初级医疗 尽管如此 精神健康领域对女性的理解和治疗 仍然缺乏性别敏感性 通常采用性别盲视角 进行评估和治疗 社会因素特别是创伤 在年轻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中 起着重要作用 许多女性在童年时期 经历了情感无效 身体虐待 边界侵犯 或性虐待 这些创伤对她们的大脑发育 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 社交媒体的不限时身体比较和性期望 以及在线关系的虚幻感 都加剧了年轻女性的孤独感和空虚感 疫情期间的封锁 也使得许多年轻女性感到孤立和焦虑 全球调查显示 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 在疫情期间抑郁 焦虑 饮食失调 和物质成瘾的发生率 显著增加 月经周期 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尤其是当磁激素水平较低时 一些年轻女性会表现出冲动行为 和自残倾向 悉尼陈锋报报道 随着华尔街股指再次攀升 美国股市继续保持其强劲表现 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4万点 尽管高通胀和高利率的惩罚性影响 担忧仍然存在 尽管美国股市指数波动不大 但一些个股表现出显著波动 Reddit宣布与OpenAI合作 股价跳涨10% 而GameStop和AMC娱乐 则回吐了本周出的大部分涨幅 GameStop股价下跌19.7% AMC娱乐也宣布将发行股票 以消除部分债务 尽管如此 本周市场总体表现良好 通胀数据恢复了 对美联储今年至少一次降息的希望 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 处于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降息将提振投资价格 并减轻对经济的下行压力 然而 部分经济学家警告称 市场对降息的乐观预期可能过高 全球股市表现不一 中国央行宣布措施 支持其疲软的房地产市场 推动上海和香港股指上涨 而首尔 东京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股指则下跌 悉尼陈风报还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提议的养老金立法 引发了科技初创企业和投资者的强烈反对 独立议员阿莱格拉·斯彭德尔 领导了一群科技初创公司和投资者 批评政府拟议的养老金立法 认为这将损害该行业 并减少对早期创新公司的资助 该立法将把超过300万澳元 养老金余额的收益税率 从15%提高到30% 并适用于未实现的收益 斯彭德尔表示 这将减少澳大利亚初创企业 获得着投资的机会 特别是在当前投资不足的情况下 他计划在议会辩论中提出修正案 要求政府在新法规生效前 对其对初创企业的影响进行审查 财政部助理部长史蒂芬·琼斯 为拟议的变化辩护 称这是一项适度的变化 只会影响0.5%的养老金成员 尽管如此 许多投资者表示担忧 认为这将对创新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并呼吁政府重新考虑这一政策 YahoUS报道 位于西雅图的初创公司 Bano Carbon 开发了一种利用阳光和海水 从空气中去除二氧化碳的技术 这有望帮助缓解地球过热的问题 与其他碳移除方法相比 这种方法能耗低 成本低 其技术核心是一种名为可逆光酸的独特分子 当暴露在阳光下时 这些分子释放酸性质子 将海水中的溶解二氧化碳 转化为气体 便于移除和安全存储 去碳化的海水可以再度返回海洋 从而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 由于这些光酸分子 可以重复使用 该过程级经济又可持续 Bano Carbon 已经筹集了约850万美元 其中大部分来自环境保护基金会 Grand Thumb Foundation 尽管目前该技术仅在实验室中测试 但公司计划 今年在华盛顿州 启动一个试点项目 目标是到2026年底前 移除360吨碳 Yahoo US报道 投资者齐聚摩根大通的曼哈顿校园 聆听CEU杰米 戴蒙和他的执行团队 回答一些关键问题 摩根大通目前是美国最大的银行 资产规模最大 利润也屡创新高 然而 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更多在于未来 68岁的戴蒙 是美国大银行中 任职时间最长的CEU 他多次拒绝退休预期 但也承认自己 不可能永远担任这一职位 摩根大通内部 有多位潜在接班人选 如 Jennifer Pipesack 和Mary Ann Lake等 除了接班人问题 摩根大通还面临 如何使用过剩资本的挑战 尽管该行资本充足 但过多的资本 可能会影响公司的运营效率 此外 摩根大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 也备受关注 戴蒙在年度股东信中表示 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变革 堪比印刷术 蒸汽机 和互联网 目前 摩根大通有超过2000名 AI和机器学习专家 正在进行400多个 AI应用案例 涵盖营销 欺诈和风险等领域 Nike Asia报道 由于材料价格上涨 和不利的汇率 日本的5日元硬币生产成本 正在增加 甚至有可能超过硬币的面值 5日元硬币 有60%至70%的铜 和30%至40%的新制程 总3.75克 根据市场价格估算 一枚5日元硬币中的 铜成本为3.98日元 新成本为0.69日元 总成本达到4.66日元 占面值的93% 铜核心的全球价格持续上涨 伦敦金属交易所的 三个月七铜期货价格 接近历史高点 而三个月七新期货价格 也在14个月高点附近 日本的材料价格 还受到日元汇率的影响 目前日元对美元汇率 处于34年来的低点 如果日元贬值到 170对亿美元 或国际铜价 涨到每吨11,500美元 5日元硬币的材料成本 将超过其面值 尽管如此 日本财政部表示 由于大量原材料 来自于回收已经流通的硬币 目前对硬币铸造的影响上不显著 Nike Asia报道 日本的5日元硬币 因铜和新价格上涨 而面临生产成本 接近面值的困境 这枚硬币中 3.75克 有60%至70%的铜 和30%至40%的新合金制成 虽然日本造币局 为公开材料成本 但根据市场价格估算 单枚硬币的铜和新成本 已达到4.66日元 月占面值的93% 比去年底增长27% 全球飞铁金属价格持续上涨 国际铜期货价格 接近历史高点 而新期货价格 也达到14个月来的最高点 日元汇率走低 也加剧了成本压力 尽管财务省表示 目前硬币铸造 主要依赖回收循环使用的金属 对生产影响不大 但若日元汇率降至1美元 对170日元 或国际铜价 升至每吨11500美元 硬币的材料成本 可能会超过面值 Yahoo!US报道 华尔街正迎来牛市 股市创下历史新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首次突破4万点 这一里程碑 仅在道指首次突破3万点的 874个交易日后实现 高盛、微软和联合健康 是推动道指 从3万点到4万点的主要贡献者 近期的通胀数据 支持美联储在年底前降息的预期 进一步推动了市场乐观情绪 多位华尔街策略师认为 股市仍有上升空间 尽管未来可能会有波动 强劲的企业盈利 是市场看涨的关键因素 标普500指数 预计本季度盈利增长5.7% 明年增长11.1% 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 也因为预期的降息而增强 历史数据显示 导致每次突破1万 2万和3万点后的年内 平均涨幅为20% 一高度 EOS进一步报道 随着通胀降温迹象出现 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增强 股市在创新高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和标普500指数 均路德显著涨幅 道琼斯指数 首次突破4万点 下周NVIDIA的财报 将成为市场的主要关注点 Target Palo Alto Networks 和LOS的财报 也备受关注 经济方面 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更新 以及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 将是焦点 美联储5月会议纪要 将在周三发布 投资者将寻求 更多政策走向的线索 市场对AI领导者 NVIDIA的预期再度高涨 分析师预计 其盈利增长超过400% 收入增长242% AI热潮推动了市场的广泛升温 能源和公用事业等多个行业 也因AI应用而受益 尽管AI前景仍有待观察 但市场对其潜力充满期待 CNN报道 美国富裕阶层的消费行为 正在发生变化 这可能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过去几年 美国家庭财富大幅增加 这得益于强劲的股市和房价上升 然而 近期的经济数据显示 这种增长势头有所放缓 尽管一些消费者 仍在花钱旅游和购买高价商品 但富裕阶层的消费者 开始变得更加谨慎 英国奢侈品零售商 Airberry 和法国奢侈品集团 LVMH的最新财报显示 北美市场的销售额有所下降 即使是传统上服务于中 低收入家庭的沃尔玛 也报告称其最近的增长 主要来自高收入家庭 这些迹象表明 即使是富裕的美国人 也开始对消费持保留态度 这可能预示着经济增长的减速 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人对经济的悲观情绪 再次升温 通胀成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 消费者信心降至6个月低点 反映出通胀对家庭预算的持续压力 这种悲观情绪 正在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许多公司报告称 销售额下降 如麦当劳 加德堡和星巴克等 尽管美国经济依然强劲 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这对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 可能产生影响 拜登政府试图通过降低医疗和住房成本 来改善经济形势 但选民对经济的担忧依然存在 高昂的油价 尤其成为选民不满的焦点 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 对未来经济状况的担忧 总体而言 消费者正在收紧钱包 这可能对未来的经济增长 构成挑战 Yahoo US报道 今天的定期存款 CD利率是十多年来最高的 主要是由于美联储多次加息 然而CD利率 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差异很大 因此在选择CD时 确保获得最佳利率至关重要 目前 短期CD的利率最高 大约在5.00APY左右 而长期CD的利率 则接近4%到4.5%APY 例如 如果你投资1000美元 在一个一年期的CD上 利率为5%APY 那么一年后 你的余额将增长到1051.16美元 包含51.16美元的利息 除了传统的CD外 还有几种不同类型的CD可供选择 如加息CD允许在利率上升时 请求更高的利率 无罚金 CD允许在到期前提取资金 而不支付罚金 以及巨额CD通常需要更高的最低存款 但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 传统CD和巨额CD之间的差异 可能并不大 Yahoo US报道 今天的储蓄账户利率 也是十多年来最高的 主要是由于美联储多次加息 尽管如此 储蓄利率在不同银行之间差异很大 因此 在选择储蓄账户时 确保获得最佳利率至关重要 目前 全国平均储蓄账户利率为0.46% 而一些高收益储蓄账户的利率 高达5%APY 例如 如果你在一个利率为5%APY的高收益储蓄账户中 存入1万美元 一年后 你的余额将增长到10512.67美元 包含512.67美元的利息 尽管这些高利率可能不会持续很久 但现在开设一个高收益储蓄账户 可以利用当前的高利率 Yahoo US报道 经过数周的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后 30年期和15年期的抵押贷款利率 终于连续两周略有下降 但仍然相对较高 30年期利率略高于7% 目前 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全国平均利率为7.02% 比上周的7.09%有所下降 而15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 也从上周的6.38%下降到6.28% 对于那些准备购房的人来说 等待利率下降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 特别是在2024年底或2025年初 之前没有急需购房的情况下 选择抵押贷款时 不仅要比较利率 还要关注年百分比利率 APR 因为它反映了借款的真实年成本 为了获得最低的抵押贷款利率 提高信用评分 增加首付款和降低债务收入比 可能是更好的方法 Yoku US在拉格斯海滨地产 被政府拆除后 尼日利亚的Landmark Africa 正计划在西非开发两个新的海滩项目 首席执行官Paul Onwaneb表示 公司已收到来自钢比亚政府和尼日利亚东南部三州政府的邀请 计划在这些地方建设水滨休闲中心 以促进旅游业发展 两个新项目包括一个位于尼日利亚阿夸伊伯姆州的开发项目 预计在年底前开放 而钢比亚项目则需要更长时间 每个项目将由Landmark全资投资500万美元 土地由政府合作伙伴提供 Onwaneb透露 他的团队已与钢比亚总统特使及第一夫人会面商讨具体计划 尽管Landmark在拉格斯的海滩地产被拆除 公司仍在寻找新的地点以建立休闲物业 但尚未收到政府的任何赔偿 拉格斯的海滩 曾是当地和国际游客的热门景点 也是音乐会的举办地 吸引了包括The Vidal和Whisked 在内的顶级艺人表演 政府计划建设一条700公里的高速公路 连接西南部的拉格斯和东部的卡拉巴尔 预计耗资110亿美元 历时8年完成 尽管如此 非洲其他地区对旅游投资的需求表明 该行业的前景依然光明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自2000年代初以来 非洲的国际旅游收入已增加至至少350亿美元 尽管疫情带来限制 非洲旅游业预计在未来10年内 每年增长6.5% 为经济增加1680亿美元 Unloaneb对在钢比亚复制 Landmark的成功充满期待 尽管该国的购买力低于拉格斯 但他认为 钢比亚拥有一个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环境 Fitch Solutions的经济学家John Ashborn认为 尼日利亚确实需要更好的道路 尽管110亿美元的成本 在国际标准上显得非常昂贵 但如果过程透明 且项目可行 投资者会理解基础设施项目的必要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